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课程呢是跟一个又一个的小字母和字母组合有关系的 在咱们的课堂中小字母们不再是冷冰冰的一笔一画 一个圈一个勾 每个字母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 每个字母组合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而虾米老师就要领着你们去认识这些小字母 熟悉他们背后的故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要认识什么字母啊 我们叫做撒谎家族和诚实的小E 分别是AEIOU 还有AE,EE,IE,OE,UE,好了孩子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屏幕前呢有的孩子可能对虾米老师非常的熟悉 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对我还不太熟 虾米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如果已经很熟的话 你就可以把阶段跳过去了 OK 老师的中文名字呢叫做杨雅静 而英文名字呢叫做Sami 而Sami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它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而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作为我的英文名字呢 它跟我的外号是有关系的 我的外号就是虾米 所以说孩子们经常叫我虾米老师 虾米老师呢很喜欢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看电影 比如说做美食 比如说看书 当然还有玩游戏 但是在这所有的就是我的爱好中呢 虾米老师最喜欢做的事情 也就是我的愿望 就是要吃遍天下的美食 所以说我给自己几个外号 叫做美食家 但是呢我的学生们 也就是小虾米们 也给了我一个外号 叫做这个 嗯 这个称号呢 我觉得不仅是用于我 还是用于你对不对 毕竟我们都喜欢美食 right 好 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形象 他就是虾米老师了 他跟我长得像不像啊 我个人觉得他比我漂亮那么一点 因为他的眼睛比我大 对不对 好 咱们的调查中 除了有虾米老师之外呢 还有一个小助手 这个小助手有可能是C 有可能是H 还有可能是H 而这个小助手呢 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一撒娇 二卖萌 这两招无往不利 他特别喜欢吃一样东西 叫做鸡肉干 最喜欢的玩具叫做阿黄 是一只小黄狗 不是真的狗哦 是一个小玩具 那他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猫猫 OK 外号叫做杨小猫 孩子们 在咱们的课堂中 如果猫猫出现的话 也就意味着 你该干什么了呀 提高警惕 眼睛睁大 耳朵竖起来 我们要做游戏 挑战自己了 OK 孩子们 这就是咱们课堂中的杨小猫 也就是我们的小助手 OK 我们所有的故事呢 都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岛上 我们把它叫做字母岛 字母岛上呢 有四个屋子 这四个屋子分别是园音之家 在园音之家里面呢 住着五个兄弟姐妹 他们分别是 A E IOU 其中呢 A是大哥 而E呢 全就是大姐了呗 I呢 就是二姐 O呢 是二哥 而最后的EU呢 就是小弟 OK 第二个房子呢 叫做福音之家 在福音之家里面呢 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福音小姿母 孩子们你们可以认识 像什么姿母B呀 姿母D呀 姿母C呀 他们是一个大家族 所以说我们叫做 We are a family Right OK 而第三个屋子呢 叫做半半屋 这是姿母岛上最神秘的一个屋子 因为里面住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特别高 特别瘦 一个特别矮 特别胖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正的本来的面目 是什么 第四个屋子呢 就是虾米之家了 在虾米之家里面住着谁呀 当然是虾米 还有杨小梦 而虾米呢 是整个字母岛的岛主 杨小梦呢 就是我们的自听杨小梦 也就是小猪手 孩子们 你们认识他们了吗 都很熟悉 是不是 那好 咱们赶紧来到今天咱们的虾米故事会 来听一听字母背后的小故事呗 虾米告诉过你们说 每个小字母都有个性 每个小字母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不对 咱们先去 园音之家 溜一溜 转一转 认识一下他们 OK 园音之家里面呢 住着五个小朋友 分别是 A E I O U 平平的宝宝会说 虾米虾米 我认识他们 他们我可熟了 对了 咱们第一节课呢 就要把这五个字母 给再熟悉熟悉 英语的学习 不仅是学习新的知识 一定要复习 旧的知识 这样才能会更牢固一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哥A 大哥A到底会发什么音呢 孩子们 咱们来看这样一个单词 Tell me What's this Apple Right Apple Apple Right 孩子们 当你发他这个音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你可以伸出 一二三 三根手指头 三根手指头 而这三根手指头 可以放到几个嘴巴里面 发音叫做 A A 这样子 A A Apple A A Apple A Apple 所以说 我们给字母A 起个外号 叫做 大剪刀音 就像是一个特别大的剪刀一样 我们的嘴巴 也要这样的大一些 Right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字母A 字母A 请看这个图片 Now tell me What's this It's an Egg It's an Egg A 下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